燕麗真的很省 我舉個例子 你不挑逗你老公嗎 挑逗你不要錢 好像偏離主題 那個都是生活必須 我們也要承認太太 也會去買性感內衣 你太太會不會買性感內衣 有時候 有時候也會對不對 對 復立一下 我太不買 你太不買 不然你們都不挑逗的 他不提供服務 這一點我要正式表 這一點我要正式表明 我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提供服務的 你說他有多省 我跟你講 有一次跟他上一個節目 剛好在節目前面是在 是在做料理的 在介紹各個料理店 都有一些現場的東西 不要破壞我情笑 好 燕麗很高興的吃 你知道嗎 他就很高興的說 這樣子他的 這個午餐晚餐 都可以剩下來 你知道嗎 他覺得還滿好吃 又去拿了一點 你知道嗎 我突然覺得 燕麗真的太省了 我說老公一定會 會真的會感激他 替他這麼省錢 所以你如果一萬多塊 其實不是不能活 也就是說他只維持 基本開銷 對啊 你沒有額外奢侈的那些享受 而且沒有 那也不算奢侈 沒有 比如說做臉 修指甲 做臉我還是有 做臉我三個月做一次 對嘛 三個月 那就幾乎等於沒做臉 可是我不做臉 對啊 你不旅遊嗎 我旅遊 旅遊會額外邊那個預算 而且我旅遊都很便宜 因為之前想去的國家 大部分之前工作的時候都 我去過 我去過三千幾個國家 真正自己出錢去的不到十個 都別人出 都別人出去採訪 而且其實採訪的時候 好 那你現在要去韓國 你花多少錢 這一趟去韓國要花多少錢 我沒有去韓國 對 就是應該是那個 啟智哥去韓國 啟智哥他說他那時候去韓國 四天只花四千多塊團費 然後現在韓國六天 都是購物團就對了 對 那當然是購物團 對 那我那時候過年 那去韓國幹嘛 去玩 我過年的時候 這次過年有去泰國 團費才一萬多 就都還蠻開心的 那一般女人的慾望 燕麗身上看不到 你知道很多女生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就是名牌包包 名牌化妝品 哪裡有好吃的 對 結果燕麗跟 就是一群女人聚在一起 燕麗絕對不跟他們談這些東西 我也不談 他只談股票跟基金 你是不是覺得 趙孫哥來過我們節目 我今天碰到他 對 然後他一家大概五口 四口還五口 因為吃個外食 你知道他女兒給他點Toro 然後又問有沒有污泥 都是那麼貴的 他一家出去外食 坦白講 有時候你每個禮拜出去外食一次 真的一家人 一家人出去真的 你差不多的餐廳點起來都 沒有啦 都要一千六七 還是比較家常 真的更家常的 五個人一千六七 我告訴你 小孩跟你 小孩又不懂事 然後點了義大利肉醬麵 就吃一吃喝水就算了 又再加個果汁 反而還要再甜點 你知道兩千就破表了 我們家五個人去吃一餐 就要在外面吃 大概我每一次看發票 都超過兩千以上 對 我們家每一餐都在外面吃 幾乎都是兩千以上 那我都吃那種比較便宜的 譬如說什麼炸豬排飯 120 130的 可是我們家有一個人 很喜歡吃Nikiri 而且都是頂級的Nikiri 然後再來Sake一瓶 我每次都看 都破五六百你知道 可是兩個 我才吃了一個豬排飯 不過120 可是都破五六百 下次改一個Toro 對啊 廖老師 讓你不要衝刺 廖老師 你有跟我猛賤頭 猛賤頭 你自己吃那 讓他吃Nikiri 再叫他雞蛋 他又每次都叫Nikiri 他就跟他拚 讓你以前你抱怨 沒有啦 因為Nikiri我也沒有很喜歡吃 主要是這樣子 所以燕麗 將來絕對很好過 他退休很好過 因為我自己算過 我家庭開銷 真的 你房住就四萬多塊了 李鴻大哥 十萬 我真的一個月 你那個房住 你是自己的房子嗎 不好意思 我現在 他後來賣掉 然後跟原來的屋主租房子 然後房住四萬多 賺啊 房子最貴的時候賺賣掉啊 對啊 然後去賠股票 然後去賠股票 他在笑他 然後已經被笑很多次了 沒有了 我看他很快樂 可是你這樣也都沒有想做到 我現在喔 也經常在家裡吃 然後呢 坦白講 你剛剛那個 因為你們兩個 其實過的是單身的生活 對啊 還是單身生活 雖然是夫妻 可是真的是單身生活 沒錯 你說現在一般的薪水階級 兩萬多塊 他反正是一個月 一萬多塊就要能活啊 是可以活 可是那就是說你自己 如果有小孩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的 好 我今天早上才去菜市場啊 買菜啊 因為暑假喔 一天三餐都在家裡吃 很重的 然後 我買兩片那個頭吐魚 還有一片 一條不知名的魚 這樣子 他跟我講一個什麼魚 這樣就一兩百以上 兩百以上 沒有 不只啦 頭吐魚那很貴啊 很貴啊 很貴啊 你不知道 四百五 差不多 兩塊 那都不如外食啦 你如果這樣吃的話 就是不太會 外食你就吃不到啊 沒有吃到這樣的魚啊 你就不要吃頭吐啊 那個是高級的料理 那個是中等而已 沒有頭吐魚 中等 因為它比較沒刺 對 粗鹽 健健的小孩就可以吃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說 那這個魚呢 中午吃掉一條 晚上吃兩遍 就沒有了 然後再配其他的菜 菜是不貴啦 大概幾百塊 所以你一天 光是還要買麵包 對不對 光是那個菜錢 一天就一千塊 對 一千多 就是差不多就要一千塊 一千多塊的菜錢 大概可以吃個十幾天 大概十天左右 你知道竹筍一集一百二 對不對 你買個幾根竹筍都不會 兩顆花椰菜就一百二了啦 現在花椰菜又貴 買竹筍 那個綠竹筍 你看它多貴 你現在當時比較便宜啦 不然你不能每天都吃韭菜 跟炒豆芽啊 對不對 很貴啦 買沒有比較便宜啦 沒有啦 還是便宜啦 就是說這樣子 我們至少可以吃個兩天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出去外食一次 對 就是很貴 所以現在流行45塊錢便當 也不是沒有道理 到處都是50塊便當 45塊控肉飯 真的啊 現在就是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除了老人家的問題以外 你看到最近公布那個 十等份 貧富差距到幾倍了 六十二倍 六十二倍 破表耶 破紀錄耶 破牙省差六十二倍 對啊 就十等份嘛 前台灣前面十等 跟後面十等的嘛 最有錢 剛剛講說 其實一萬多塊也不誇張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上次碰到一個小朋友 他做那個牙齒矯正有沒有 牙齒矯正 一矯正不是要花個十幾萬 他為那十幾萬很煩惱 我說為什麼 他說軟大哥你知道嗎 我現在每個月薪水兩萬三千塊 然後我租一個房子 大概要六千塊 在台北市 因為他中南部上來 是雅房而已 不是套房 就是沒有廁所那種 要六千塊 兩萬三扣掉六千 是不是剩下一萬七 他一萬七 他還要去十一住行 大概要花掉七八千 他要存五千塊的保險費 他每個月大概有只剩下五千塊 他要給家裡面三千 他剩下兩千塊 所以他要做那個牙齒十萬塊 他就沒有錢 他就想說 我什麼時候才能存到 去做牙齒矯正 那十幾萬 因為每個月他只能存兩千 所以你說一萬多塊 其實現在目前很多社會 那個收入很緊迫的情況下 他真的沒有多了一個錢 可以花 反映到社會情緒 當然就會不好 因為什麼看不到未來 因為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才有可能致富 所以這邊有一個說法 要講退休 退休是跟他們兩個人奢望 年輕人是有錢就花 退休以後再說 當然 現在很多 那個錢證有調查說 年輕人說30歲以後再想退休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錢都不夠花 你跟我講退休 我根本不可能存到退休金 一千萬 怪不得三千萬會有人罵 我一千萬都存不到 怎麼三千萬 在台北市三千萬過日子 我覺得可以 還過了才算有我 退休的話 三千萬是不包括房子是不是 三千萬 三千萬講的是 如果不包括房子 三千萬就很好過了 你本身有房子住 如果房子還要三千萬 那是過太好了 你本身有房子住 然後剩下的錢 你有三千萬的現金這樣 對 那個台北 真的太好過了 但是我倒覺得說 如果到中南部去 就不需要那麼多錢了 中南部大概就一千萬就差不多了 三千萬是高標準 為什麼 因為根據花琴行的調查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就像剛剛鄭大哥講的 不包括房地產 然後他們自有現金 就可以流動使用的 一百萬美金 三千多萬台幣 三千多萬台幣 這個全世界 六十五億人口 給各位猜猜有多少人 今年最新的調查 八百六十萬人 全世界 才這麼一點點 對啊 沒有錯 因為去年整個金融風暴 四五三億 這個全世界的這個有錢的 就是說一萬美 自有流動現金 一百萬美金的這些人 大幅減少了15% 掉了15% 然後這個財富大概減少了 十幾兆美金 也就是去年整個金融風暴 剛剛我們剛剛講說 很多退休族 不是被聯動債跟雷曼害到嗎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全部都有 你看到很多那個 香港上次跟銀行抗爭 是有那個老人家昏倒 為什麼 因為他全部的退休金都沒有 所以在那大熱天下面抗爭 當然就昏厥嘛